车头的部分 首先的话 我们要画一个矩形 那这个矩形的位置 它是在这个地方 30往这个方向 它叫追10 所以往这个端点 往这个方向追10 10Enter之后的话 再画一个矩形 那这个矩形的大小为3050 所以x30 够点50 Enter 3050 好了以后的话 那这个线段多出来 就把它修剪掉 那再来的话 圆角 圆角 REnter 那它这个6 6Enter MEnter 那直接在这个地方 给它一个圆角 这边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 最前面 这个应该是大灯 看起来有点像 那再来的话 往上 这边往 这个端点往上 追20 它有高度20 接下来的话 角度我们可以用机坐标 比较容易一点 30度好了 那30度的话 因为这边是30度 所以这里的角度应该是60度 这个方向 虚线记得要出现 点一下这个焦点就对了 点下去之后的话 那这个线就产生了 接下来这个地方多出来修剪掉 修剪掉之后的话 接下来 再来我们里面还有这个线段 这边往下偏移20 那底下还有一个往下20 大概110 就是再加个90 那20 这边24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直接用偏移的方式 偏移20 Enter 直接这边往下偏移20 这一条线 那再来的话 这一条线偏移之后的话 再接下来 利用这一条线 再偏移90好了 90 Enter 直接把这一条线往下偏移 到这里 90 这距离是20 再来90